美权威打脸迪英,钱白花了。王牌天驾律师身份被起底。迪英恐惩其口中匪扬。 迪英,孙鹏远赴美国舅子,撤款原本的律师,为由新律师凯勒·Robert Keller和柯提克·Michael Kuzik接手,除了前者来套不小,后者5日也被传出是当地律师评比网站中的五星级王牌。 对此,持有美国律师资格的邱章表示,嫁聘的律师没有外界想得那么神,他政治直言,五星级是可以洗出来的。迪英和孙鹏聘了两个律师为儿子打官司。 图翻设字迪英脸书 柯提克曾在费城担任检察官,目前是宾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,在当地的律师评比网站中,不但获得五星级的荣誉,更有不少网友留言感谢他的救命之恩。 三例新闻,三例新闻拿着这些资料询问美国职业律师邱章,他笑了笑表示,无法理解该网站为何成为实力的指标。 柯提克现在是宾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,图翻设字Scaro Group。 他就是一个广告推销自己的网站,那个网站每年也会寄信跟我说我现在只有3.5,要赶快找人帮我留言,否则分数会往下掉。 邱章进一步透露,该网站无法评断专业,纯粹是个商业,要钱的网站。 邱章建议迪英改变精通中英文的律师,图取字迪英脸书。 对于柯提克,邱章表示对方并没有像外界形容得那么厉害,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他是哪所学校毕业的,现在又在哪里工作,真正厉害的律师都是在哪里工作呢? 忍不住感叹,迪英真是笨死了。 他表示因为这起案件受到国际瞩目,自然成为律师眼中的匪扬,这些钱其实都白花了。 他也建议孙鹏和迪英,应该改变一位精通中英文的律师才是对的。 迪英,1962年4月21日,本名林妙希,后改名为林佳璇,台湾女演员,主持人,生于台湾,外省人第二代,祖籍中国浙江,曾参与歌仔戏,电视剧及综艺节目的演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